是到伦敦通勤非常方便 性价比很高的 好的学区的别墅项目 所在的地段呢 一共有五所 Outstanding的公立学校 早上的阳光和下午的阳光呢 是非常充足的 大概的价位呢 都是在特别特别的安静 大家好我是Selly 今天早我们去远就开车出来了 因为今天要考察五个项目 这五个呢 都是到伦敦通勤非常方便 性价比很高的 好的学区的别墅项目 我们现在到了第一个项目所在地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段呢 叫做Water on Times 我们来看的第一个项目啊 那这个地段呢 它是坐火车26分钟 不到30分钟半个小时啊 就可以到伦敦的Water路 那从伦敦的Water路呢 这个大的交通总站 你可以到各个地方 Water on Times这个地方 它本地的一个特色呢 第一个 它的人群 本地的白人非常的多 将近要有95%左右了 第二个 这个地方的人的年龄呢 它是比较年轻的 大部分的人群呢 集中在30岁到59岁之间 而且这个地方的人 非常喜欢自外运动 这跟它周边 溜溜的环境 可以到泰晦市河边 可以滑皮船艇 可以坐骑自行车 可以做各种的这种 室外的活动呢 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点呢 这个地段 它的学校也非常的好 它的初中 小学 高中 一共有五所的 Outstanding的 公立的学校 所以呢 在本店的眼中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 公立学区了 另外呢 我们现在所看的 这个项目呢 它走路到这个小区的 到这个地段 市中心呢 Town Center呢 大概就十来分钟 我面前你可以看出去 部署里这袋片 100套房子出头 大部分呢 都是别墅 85%现在已经卖出了 那我重点来讲一下别墅 因为我很喜欢 这个项目的别墅 现在别墅呢 剩的是五套 这五套都是三房和四房的别墅 两套在这三米地太区的 它的这个花园呢 是东南朝向 我们现在是早上 大概十点半左右 东南朝向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您看我现在 在的这个 这套就是样板间 样板间 后面的这个花园 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东南朝向 也就是说 剩下的这两套别墅 它的东南朝向的花园呢 在早上的阳光和下午的阳光呢 是非常充足的 这两个 它们价位呢 大概是在110万英镑左右 三层楼高 两个停车位 那另外呢 这两套也是同样的这个户型啊 一个呢 是带车库的 一个是在外面可以停车的 每套别墅呢 都是有两个车位 还有一套呢 是在这个地方的 它和这四套的 内部的结构是不太一样 也带着一个花园和两个停车位 大概的价位呢 都是在110万 100 不到115万 大概这么距离 还有四套别墅呢 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在年底的时候 应该会拿出来 就是这四套 这四套别墅呢 是三居室的别墅 价格会低一些 我们在物账具体的报价 但是应该是在95万英镑左右 所以关注的话呢 可以找我们 要一下很多的具体的信息 我所在的这个小区里面 很多的这个别墅 独栋的 三米地太式的 或者是这个连排的 那我们每一栋别墅呢 后面都有这个很漂亮的花园 而且还自带停车位 这一套样板间 是一个四居室的别墅 室内的使用面积超过了1800平尺 来进来我们看一眼 里面长什么样子 样板间别墅呢 一共是三层了 我们先看一楼 起机室客厅很舒服啊 它的这个地板呢 是鱼骨文的木地板 层高是蛮高的 一楼呢 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个客位的 在别墅里面 它这个客位呢 也是一个名位 你可以看到有个窗户 而且很大 现在在送的这五套别墅呢 里面都是有这个 呃一楼的话呢 都是地暖 它里面是热水的这种管道排出来的地暖 啊 你看它的这个厨房就很舒服了 有这么一个倒台 而且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煤气的炉灶 咱做饭炒菜就有劲儿了 然后呢 它这个窗户 这个落地的这个 啊 拉门是很漂亮的 你看这套样板间的别墅 这套已经卖了 它后面的院子 你看打造起来多么的漂亮 我们现在在卖的最后五套别墅呢 有朝东南朝向的后花园是非常好的 因为朝南的花园在我这边很好 因为我们种种菜种花呢 是很好生长的 走咱们上楼 公共区域的话呢 它是这个地毯啊 在楼底上 咱们到了楼之后呢 在卧室啊 它的起居间 它的供卵呢 就是这个传统的 呃 这个挂在墙上的暖气片了 主卧的空间很不漂亮 它这主卧的两扇窗户呢 看出去是它的后院 好 特别歉意 我们到了伦敦的这属于乡下的地方啊 是非常适合本地人居住的 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它很安静 两个衣帽间 打进去的这个衣柜啊 像小小的walking的这种感觉 这个有没有像那个Saxon City 呃 carry住的那个房间是吧 从它的卧室 然后穿过它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就到了这个卫生间吧 卫生间呢 咱们是这个淋浴 也很好打理的 走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楼的 另外一个卧室 它做成了baby的房间 也是个ensuite 因为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那这个 这个潮湖看出去呢 也是很漂亮的 你看它这个墙纸 哇 我这不是墙纸 它上面是画上去的 我这样的设计啊 很有心机 呵呵 哎 咱们再到楼上来看一眼 三楼 三楼的两个卧室呢 中间是 呃 卫生间呢 这个卫生间呢 它就是又有这个浴盘 老外是喜欢泡澡的 又一个淋浴 左右两边各是一个卧室 这个点男孩的设计 特别特别的安静 而且它这个窗子的设计呢 就是很英式的 咱们这个小区里面啊 很多都是本地人在居住 有小孩很小的 在项目上呢 他本身建了一个nursery 就是幼儿园的这么一个机构 啊 所以有很小的孩子呢 就可以坐到nursery 然后到旁边 长大了一点之后 到旁边的公寓学校去上学 也有很年轻的这个couple 啊 到市中心通勤去上班 也很方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每个房间呢 我们都有这种控制温度的 这个温度仪 如果对这个别墅项目 感兴趣的话呢 您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发给您更多的信息和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